噗咕噗咕 我是噗咕鳥 前陣子大家很熱烈的在討論 要不要廢除台灣獨有的 啵啵摸 於是我就仔細的去研究了一下啵啵摸 發現我們 根本就少學了三個注音符號啊 嗯 別急 我們就先來快速了解啵啵摸的由來吧 好唷 在啵啵摸發明之前 其實漢字是用反切的注音方式 以劍這個字來說 我們查康熙字典的話 會發現它是金墊切 用最最最最最最簡單的方式教大家的話 就是把金墊快速的念十遍 金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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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變賤了呢 你會發現賤其實是取金的生母 也可以理解為子音 也就是雞 取墊的育母 也可以理解為母音 就是燕 雞燕賤 酷吧 但是呢 反切有一些明顯的缺點 一 你要先知道金跟墊怎麼念 二 這明明就比金和墊來的簡單 卻用複雜的字去拼一個簡單的字 最萌的 是這樣的拼音法 已經持續了 兩千年了 WAT 於是在1892年 大清光緒18年 大家開始討論各種漢語拼音法 稱為千音字運動 此時分了兩個陣營 提倡用羅馬拼音的拉丁系 VS 效法日本假名的假名系 在1913年 中華民國創立的第二年 讀音頭銀一會 以假名系的張太炎 創造的紐文和韻文為基礎 創造了39個字母 在1920年又加了 R 所以總共是40個字母 各位同學 現在要你們猜 撲咕尿 從B到最後一個註音 一口氣唸完要多久 計時 重點不是我唸得多快 而是在這5.3秒之內 我唸了幾個字母 37個 什麼 不是說好40個字母嗎 WAT 沒錯 今天要講的 就是你都少學了3個註音符號 3個註音符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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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從當年的手稿發現 有3個你們看過的註音符號 WAT 而這3個呢 分別是很像1的解寫的V V 很像眼部的 N N 很像Pi的 N N VNN VNN VNNN 通註音 服務 當時讀音統一會 邀請各神代表 一個 一個舉手表決讀音 創造了一個全新的 人造的語音系統 稱為國音 現在稱為老 國音 這套老國音就包盒了這三種發音 也是現在很多方言的聲母 例如客枷化就有 讓我們舉個例子 嘖 嘖 你還給我一隻 聽錯IBM一種神 真正的黑魔 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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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作音大概可以寫成 嘖 嘖 在客家話中 吳萬的吳 就是發 這個音 而萬 的聲母就是 V啦 喔對了 如果你剛剛看得懂 編一張三的梗的話 就代表你年紀 接著是 其實客家人是 自稱客人 所以我是客家人是 的標音是標 NGIN 但因為不好發音 所以在讀音上會 音變成 GNIN 如果硬要發 NGIN 的話 應該就是 GN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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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不會 而後來呢 因為太少人可以很自然的講出老國音 所以1932年 以北京音為標準 標定了新國音 就廢止了V GNIN GNIN 這三個住音符號啦 好的 以上就是你其實少學到的三個住音符號 三個住音符號 希望打給大家一些有趣的姿勢 不姑娘 你怎麼能叫錯 明明大 более 還少叫一個住音符號呀 沒錯 請鎖定下一集 最後 總曲 但我不會覺得試試到底有幾種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日格內和dreamer 請按讚分享及訂閱 喜愛吃飯吃吃的You 訂閱的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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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ace 你們能背出三七個注音符號嗎? 能在幾秒內念完呢? 在影片下發留言挑戰我的快嘴吧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日格內和dreamer 請按讚分享及訂閱 喜愛吃飯吃吃的You 訂閱的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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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ace